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立陶宛 好想剛剛有門口的好心人 幫我們開門的 這是我們在拉托 不是拉托一樣 立陶宛住的房間 空間比較大一些 還有廁所 洗澡也是 電熱水器 乾絲分離 基本的都有 它是有廚房不是嗎 哪裡有爐子 有 微波爐爐子嗎 幹 沒有爐子耶 沒有爐子 49 算45 兩個 加兩波的城市 走吧 皮文妳好 這裡是放了排位的 在排位的城市 立場很高 我們在排位佛蘭 所以快要結束這一趟 超累 我快要吃雞排 超喜歡吃雞排 這裡真的超難找 而且竟然在大門 我覺得不需要大門 而且我如果google有查過 他們說網上這裡有超過醉 所以 出門上去 注意有沒有更 一些陌生的跟蹤 畢竟亞洲人在這裡 這一趟 還是超級生 我沿路過完 根本沒看幾個亞洲 幾乎是第一趟 撥撥三小果 對不對 總之就這樣子 等一下要去吃飯 好像超餓的 超餓的 這間中式餐廳 果然比較好一點 果然比較好一點 那它的春捲 是我覺得好吃的 但價格比起台灣 還不能算比較 至少不錯啦 我們可以稍微吃起來不一樣 立陶宛 當地算是滿大的教堂 對 沒錯 這可以進去嗎 不知道 幫我們走去那邊看一下吧 走 旁邊有寫字嗎 可以耶 可以推 快 很大 很小 推 好像在玩遊戲的感覺 有 我看到了 這裡呢 這裡是很方便圓的 我覺得我不能看那一堆 我先關掉 34家喔 到了 立陶宛的街區 屋頂全都是紅色的 蠻可愛的 這歐崩建築嗎 34架 3123 34架 34架 走路的話大概20分鐘就到了 不然 連它都覺得很輕鬆 也不是覺得很輕鬆喔 你看 這車走路都接近下去 還好啦 覺得跟巷山比起來 巷山反而比較困難 這個還好 重點是立陶宛我覺得比較冷 它明明比 納拓維吶還要更南邊 結果感覺實際的氣溫比較冷 查了一下因為 地形是在內陸的關係 所以比較冷 像外面的氣溫是 負視度 所以我很驚訝 好啦 大家先這樣子 我們要去超市買東西了 大家再見 耶 快點 坐下 一到 麻煩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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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